我想未来在台南 对于所有的新创公司 我们都会给予一条龙式的服务 给予更多的支持 让台南成为真正新创公司 这样的一个孵化器 创造更多的独角兽 让台南四年有更多的修炼场所 让青少年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这是我们有乐见的 台南也能够成为年轻人 创业逐梦 而且实现梦想的一个 最佳拼搏的所在 我们希望这个疫情中心 能够为年轻人 大的疫情就会机会 我们希望它有所成就 有所发展 台南市的子弟 如果说台北学到技术 可以回来我们台南这个地方 甚至毕业及就业 就可以在我们这边 成立自己的团队 不管在天使轮AB轮 我相信资金的部分 技术的部分 人才的部分 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培训 所以在找一些资源的时候 营地其实他们有一些课程 然后也辅导了我的那个创业开始 对对对 所以还蛮感谢营地 在这个我在创业的旅程中间 他们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然后还有陪伴 掌握市政三分钟 台南进步向前冲 欢迎收看市政三分钟 我是林怡婷 推动新创产业 一直都是政府重要的政策之一 协助年轻人创业 带动地方发展 让南漂不再是个梦 台南政府与台市议会 攜手合作 共同设立营地新创育成基地 以一站式创业辅导服务 提供咨询诊断 专家媒合到公司成立 及资金争取等等 并开设相关课程及工作方 自开办以来 已经辅导48组新创团队 协助25家公司的成立 为大新营地区注入新的能量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 韦哲市长怎么说吧 针对我们创新育成基地 在营地 本来这个地方是议事厅 当初合并的时候 这个是另一个开会的地方 议会能够把一部分的地方提供出来 大概437坪 能够提供出来给年轻人 作为一个创业的基础 经过整修之后 这个地方应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5G的场域 可以让年轻人在研发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地方 那也能够把一个年轻人 研发的活力带进新营 这是对地方 对年轻人 对政府 对民间 都是双赢的局面 我们希望说 这个营地的开发 能够引进很多创新思想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像当初微软 比尔盖茨也是在 从他们家的车库里面 研发出很多新的想法 很多美国 很多有创意的 他们的年轻人 经过 这个互相的歇缩 都能够找到 很多好的解决方案 那这样子会带动 整个产业的进步 所以我们期待营地 不仅是在新营的地 而且是能创造双赢的地 能够希望说 大家一起来营地 把创新的活力带动起来 大家好 我是秦碧春 欢迎收看 11月30号 礼拜一来中加台南台湾新闻 大台南交通交友主席馆 今年三月就开幕 不过因为 疫情的因果 暂停对我 一直到七月 这中心开航 现主持 交通局 三十号 定性开用的这天 并且就刚才 亲自来提供 离劳VR 活动的设施 包括模拟 驾机车的 地路安全 模拟 公车家室 了解 当完 市场的潜在风险 以及驾公共 主行车的 安全 便会冲关 以邀请 亲自作为 挑战 来告一 后一台 交通 安全的观念 我们今天 事实上来做一个 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说 把我们 大台南交通 教育 主题馆 设施升级 让这个有更多 更多的 安全驾驶 以及交通概念 能够在我们 的学习者 或者是我们的 下一代 小朋友 能够 心中能够 扎根 昨年 说到后一台 主地观三楼 也正式立东 加速体验区 这个总办 谢谢警察佑吉 在市场 和教堂 担任 德河老师 应得 体验 健康 开车 站车 没有 相当 无罪 OK 绿灯可以出发哦 好 红灯停 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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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交通 输国 比赛 尽管 不过 不是 可 开车 希望对 适合 家庭 交友 选择 交通安全 交友 并且 更多 出力 当时 绿灯 绿灯 在家庭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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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數時 換算一年發電量也將提供 四十八號的家庭營電 歡迎市民 聯會旅遊參觀 那每天的發電的電數是大達416度 那我們也有一個太陽能板的監控的設備 那我們可以隨時的知道 這個太陽能板的發電的狀況 我想透過這樣子的公司的合作 可以讓我們的場地更好 以及也可以讓太陽能的響應似乎的 這個綠能城市的發展 我想對於整個環境的優化非常的棒 所以透過今天的記者會 希望我們所有美女朋友幫我們多宣傳 我們是每個月的1號開放下個月的預約場次 那我們自從11月重新開放之後 我想我們的場次也額滿的非常快 所以周遭的這些相關的學校團體 或者是幼稚園 或者是相關的教育單位 都可以多多的使用 工具進一步表現 目前主題館剛才專門開放參觀 在2月1號也將開放美女 以為婚的中处歡迎集團來提供 帶來新聞 郭文綺 郭博藝 蔡宏博德 台南市的農業挑戰品 好電望路 還有沒有的通路 市府農業協定在去年 創臉七間電商 設立台南農產全區 45天就創下445萬的消息 今年又增加到北京 中夷12月10號開始成家 並且現場為半年 這裡有信心創下千萬的集團 台南電商北台2.0轉区 雖然對12月10號才開始 不過已經有兩間北台 提供集結產品來提供固定 其中競選5千斤的油盤粿 不夠一禮拜就被創造了 可見網路過不來消費力 所以30個上午 都還要再主要請台南 這座產物等上北台 農會跟郵寄店家作回來行銷 其中文綺鐵也親自出席代言 並且他以下作店家選團 對面相當努力 我們希望透過台南市政府 這個電商平台的合作 讓我們的產品 台南特色商品 可以有機會賣到全台灣各地 讓台灣各地的民眾 都可以知道我們的商品 讓大家認識台南產品的好 在我們從事農業產品的過程當中 要上到電子通路去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這一次藉由市政府的整合及幫忙 會幫我們推廣到非常多的3C平台 讓我們這些農業產品的曝光度 會更加的增加 讓我們也會創造更大的商機 雙是對我們這些 農會性產品的業者有非常大的幫忙 那今年我們擴大了8大的電商 那我們今年也增加了一個 可以在超商取貨的機制 那結合當地的一些農會產品 還有台南民電的產品 譬如說西景春 東城醬油 那我們還有關田農會的菱角排骨 那還有我們新式農會的毛豆這些品項 預計在半年內 我們會再把這些農產品在我們八搭的電商 來加強的行銷 奠定我們這個電商2.0這個計畫 希望今年能夠破去年的紀錄 使我們台南的農產品還有地方的特產 能夠在電商上再次的發揚 開始隨著行銷和消費模式的改變 現在台南的農會特產品 也對於9萬路通路來銷售 直到去年45天 就有445萬的營業者 而且今年台南專區已經增加到北京 比車延等於180天 當時大新開放超商出貨 而且最多看好 有信心將達到千萬的相機 我們去年第一次 就是台南市這個電商專區1.0的時候 45天銷售了400多萬的營業額 那其實平均大概一天就超過10萬 那其實我們今年時間更長 有來到了半年180天之久 那我們這一次預估至少會超過千萬以上 那台南市其實有非常多好的產品 那也有很多好的名店 而且台南市知名的文化古都 所以其實按照這些特色 台南市的產品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那我們預估千萬以上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們會希望就是把這些名店 也可以一起推出去 其實設立台南農産專區 剛才希望以團體整的方式 建設各大北台的消息 也要讓台南農産品 綜合電商 目前農在過年前的買起跟地名堂 加上每年美國地板中開放進口 這部電商的北台 每買主打台南都使用本土地板的品牌形象 請品牌安心菜賣 我們的新聞 跟郭文貴恩及郭博義蔡宏博德 憲主席對副鑑證 就了傳統的標靶跟化療以外 還有最新的免疫療法 阿南病醫一位患者 就暫定發現10公分的肝癌 結果透過專業團隊的政策跟免疫療法 先說治療已經專業的藥細胞 到現在三年白人的身體都很穩定 六十七歲的臨生因為吃不到家鄉穿起困難 經濟檢查過後發現10公分的肝癌 經過阿南病醫 政學成多專業的團隊治療後 蒸流消毒了百分之九層 但一年後發現嚴重專業到悉無 經過最新的免疫治療後 蒸流消失三年來白人的身體也相當穩定 連疫療法 我感覺又繼續好 連疫療法已經 做二十五次了 已經打發黯然的記錄了 再次感謝醫師和副院長 事實上很多病人 他的癌細胞會不斷的一個擴散 主要就是他們這個免疫細胞 要殺這癌症的免疫細胞 被癌症分泌的物質給他壓抑住了 讓孫悟空藏在五子山下面 沒辦法負負他的本領 我們這個免疫治療其實就是喚醒我們的免疫力 就有點像唐山章一樣捏個筋 這個就讓五子山就崩掉了 然後孫悟空就跑出來 來幫助這個世界能夠尋善 能夠把癌細胞壓抑下來給他幹掉 讓世界恢復和平 讓人能夠恢復健康 所以我是覺得免疫療法是一個非常值得推廣的一個療法 醫師公條不用的治療提供 化學治療跟標靶效果不好的病人 一個新的選擇 這樣的治療也需要將對患者的狀況來條件 其實免疫療法一般以目前來說 如果沒有辦法接受傳統的治療 就是說傳統包括說像 酸塞啊化學治療 或是說標靶治療效果也不好的 其實免疫治療就是一個可以選擇的方式 或是說腫瘤已經侵犯到血管或是已經轉移出去 這個時候傳統治療它主要是局限在肝臟 這個效果可能不會太理想 這個狀況下我們就可以用免疫治療的方式 去做 全身性的一個治療 這個通常都會有一些療效 那當然越來越多的證據是我們可以讓免疫治療的 的時間再往前提去做其他一些治療 包括酸塞化療電療的一些輔助治療 這個都有人做 所以其實以目前來說 免疫治療的角色跟它的多樣性其實是 相當相當豐富的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要 就如許服務院長講的 我們要用一種個人化醫療的方式 考量比較多的層面去為病人設計一個它最合適的一個治療方法 按南北醫醫療團隊表示 對2008年開始到現在 營運到累積到30歲的病人治療的經驗 有超過四歲的病人都多超過一年 至一般嚴重感的感染症的患者 平均四到六個月比起來 生效非常明顯 但是問各位蔡宏不得 安平熱活 是在主店中央快散瓦燈 30號在雅國遊艇碼頭 快散瓦燈 很多中央都是頭一次來到這個地方 對著古店整個這種的瓦燈 都表達非常開心 經費也希望透過這種瓦燈 後來中央多多運動 也能夠延適 帶我先生來上課這邊也有進步 讓我們有做一些鎖座 還有給我們做做運動 做做運動 我們來跳舞 很高興還帶我們來這邊看遊艇 來這邊就是很高興 就是這樣跟一些同伴這樣子玩很好 很好 那如果說總結 我來這裡實在三心有幸 我們沒有人不來參加遊艇 現在有來這裡參加這個遊艇晚會 什麼會啊 很高興 藉由安平熱活學堂 四次據點這樣子的各樣的活動 包括是體飾能或是廣場舞 或是做手作等等的 包括今天來雅國 都讓他們可以在 就是視覺還有我們的觸覺 還有我們的運動方面 政治方面都可以進步這樣子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活動 金燕輝這行秘書蔡芳如標示 技術安排是在五條的中壁走出給我 不但可以讓新鮮鐵鐵書 也可以讓阿公阿嬤了解 台南無情的發展 以前就沒有這個 我們二十幾年前 比較般來 安平就沒有這麼老的 現在變成 喔 夠老的 漂亮 我們這個廠照辦的活動 辦的很有意義 尤其是對我們這些老人家 很有幫助 我覺得來這邊真的增進很多 雖然爺爺奶奶他們都住在這個安平這附近 可是他們從來已經忘記了 台南原來有這樣子一個新的建設 剛剛還有爺爺說 他們第一次來看到這個遊艇 他說喔 他們是那個無情人 但是可以來到這裡很高興 而且他們也為了這一次的活動呢 安排了跳舞 然後也有些爺爺他們的動作呢 雖然不是很整齊 可是他們很用心 然後讓他們覺得很開心 既然會表示 這次的活動 剛才要感謝雅果油廳買頭 當事長得做 雞琳小姐出名這台 另外也要感謝 加藍由你科技大學 以及鄉英大學 志工學生的協助 才會讓活動 在琼琼笑聲當中 順利為學股點 加油奶奶 雅果樂活景 達人新聞 張碩維 蔡鳳伯德 聽見一下馬上回來的新聞現場 讓我們和旅行達人面對面 聆聽他的所見所聞 同時選擇一本好書 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 就讓我們跟著旅行達人的腳步 一起走入閱讀308 敬請鎖定每晚8點半 第三公用頻道 十月國慶園會 市府應為交通疏散的問題 比檢討 結果二十八月下期 應跟這台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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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詢館 理官的旅行活動 給你五萬人 還有家 800、000碑� germ 會經卡卡作會 作勝民怨 對處指定黃偉哲標示 一定會減透改進 不過將對黨選幾位跟交通的所得 一定會一次一次減透 我們一次一次的檢討一次的改進 過去我們在國慶煙火的時候 曾經有50萬人聚集在一個空間 那現在在美術館 二館周邊比較狹窄的街道 以及廣場已經瞬間湧住5萬人 而且事實上坦白講它是整天 它是從大概上午11點一直到晚上8點多 將近10個鐘頭的時間有5萬人次 我想說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再加以檢討改進 對於交通的疏導 活動的規劃 動線的安排 以及活動是不是能夠錯開 這個部分我們要做好好的規劃 如果說由於場地的限制的話 不排除在明年度的深山市集跟城市音樂節 還有貴人散步音樂節要考慮更改地方 到一個比較空曠 交通更順暢的地方 不要造成美術館周邊交通的一個擁擠 所以如果說硬體可以改變的 我們不排除改地方 軟體可以改變的 我們要把這個交通疏導做得更好 這個部分也跟所有的好朋友 這個感謝大家的支持 衛動市長也進一步表示 如果沒有受重的限制 沒有拜託在明年度 應該把這個頂相關的網站 要考慮更好看交通裡邊的所在 同時適合交通所得 來回應受市民和朋友 對台南網站的支持 但新聞關於郭伯義蔡胡佛的 大新娘家林花花花黨已經賣了第十年 今年總共有130間在地好店來參加 去他們大部的民眾 全都市街的菜賣 市長在開幕的動工 要特別出色 鼓勵大家 多多消費 又可以抽大獎 大新娘家林花花花黨 在過禮拜二九兩天 在新娘區民間路風景區辦 今年花花花黨 總共有130間在地好店參加 現場各種美食宿舍 由其隆山頂 慶大部的消費者 全員高官 市長恩威特 也特別來到外面現場 除了鼓勵大家 要多多消費 抽大獎以外 還有五十六月份 在新娘區 還有很多精彩的外面 邀請大家 作為來參加 在十二月的時候 我們除了新娘家林華 二八二九之外呢 我們也辦了很多活動 包括二十七號的這個 耶誕跨年系列 還有包括耶誕的點燈 所以我們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動 希望很多好朋友都一起來 我們到目前為止 這個我們的參加三倍券的抽獎 已經高達四十五億多了 那我們這今年一定是能夠破五十億的 那破五十億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希望說買氣提升 大家都買到喜歡的 而且用得上的 這個東西的物品 我們希望說 好吃好喝好玩 再新營 大家一起來 市務標示 配合台南國不多多年 民眾只要在今年十二月三十一號進行 消費摸兩百以上 憑法票上網上路 有機會挑到豪宅名車 也才是高級家電燈有這個好列 歡迎全國好朋友在年代進行 來到台南消費刺手機 待人新聞張碩維 蔡鳳報德 WHO中偏頭疼 列為年輕人 四年一百第一名 基立的學長生 專領醫療科林高中主任標示 生活他們是不正常 在大點晚因 都有可能的因法偏頭疼 所以還價除了要改善生活習慣以外 也要稍微穩動 另外也可以選擇注射肉毒感菌 來做治療 基米的學長生標示 偏頭疼是一種病 不是單純的頭疼在他 嚴重發作時 甚至會讓人沒辦法上課 還才是上班 近年來近比WHO世界衛生組織 列為少年人四年一百第一名 台灣頭疼學會理事長 當時也是基米醫學長生 全人醫療科主任 林高中就合作 患者就要改善生活 他們是經習慣 也要試圖運動 輸改壓力 才會讓普通的偏頭疼 變成難控制慢性偏頭疼 有一些常常都是一些 從普通的偏頭疼一直變成 就是說有時候病人就是痛在吃藥 不痛就不吃 那生活有時候沒有特別去做調整 那壓力大 飲食不正常 那這樣子有時候可能 比如說一個月本來只痛兩天三天 慢慢要痛的時間越來越長 那普通的一顆 剛開始吃一顆 然後慢慢的吃兩顆又沒有效 再打其他的藥物也沒有效 那這樣子其實慢慢會變成 慢性偏頭疼 對著慢性偏頭疼 目前除了有口號有抹 另外也可以注射CGRP疾抗劑 一顆肉毒感菌上方式來控制 那現在目前是有兩個比較特殊的 一個是肉毒感菌的注射 那這個現在目前是健保已經有給付 不過要事先由醫師先申請 那可以的話就是醫師也是要經過訓練認證 才能夠幫病人注射 三個月打一次 那這個大概可以省下 對於病人來講是一個福音 也可以省下三萬多左右 那另外一個是CGRP 是一個比較特殊性的藥物的一個 一個解抗劑 那個等於是一個月打一針 那類似有一點像糖尿病的針 那打到肚皮皮下 那那個是一個很新的藥 所以它健保目前現在是還沒有給付 肉毒感菌注射 因此需要鑽壓比較認真 台灣頭痛下火 不僅要等著這次辦理 住下婚的客廳 讓醫生為騙頭痛別人把關 台南新聞張碩維 蔡鳳波德 感謝你收看11月31日 中家台南電新聞 我是清閉權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